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延廷 欢迎收看City Talk 第一个菲律宾南海小动作不转 在黄岩岛的捕鱼的渔船爆炸 有个小的爆炸 结果那菲律宾是不是上原苦肉计 我们也来探讨一下 他有指控说大陆的海警船 指控他阻止救援 其实没有 那是因为他通报了一下 大陆的海警船也把爆炸的小渔船 让菲律宾去做处置 那我们现在来看菲律宾 菲律宾的海警船 海警船这一方面的 跟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跟菲律宾的海军 上一次的时候是在我找一下图片 来跟大家说 马德雷三号上一次 在6月17号的事情 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但是问题是在黄岩岛 因为黄岩岛有时候是在 仁爱礁的这个马德雷三号 一下也跑到黄岩岛的事情 有时候要出现到鲜兵礁 这点点的这些都是问题 那现在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呢 它是做紧收的动作 你看这个是菲律宾的海岸刑防队 菲律宾Cosca 这很清楚 这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有时候对菲律宾会做一个相应的 相应的这方面的驱离 中国大陆一百里小的动位是比较大的 这一个四千顿级 四千顿级第二艘四栋两 很清楚 四千顿级 菲律宾的船毕竟比较小 这是因为角度的关系 感觉看到人家 因为它比较近 近端看起来拍照的时候 会感觉到它比较大 远的地方你会看得比较小 是这个样 那中国大陆派四千顿级 是这个样 那在仁爱交也好 在黄岩岛 那黄岩岛刚好菲律宾 有一个小型的渔船在那边坐 说那个地方刚好它的电瓶 它有一个火警 有小爆炸 渔船嘛 总是有电 有引擎 有马达 过热会产生一种爆炸 或者是火警 两个人受伤 后来菲律宾通报 说那个渔船有爆炸 去过去救 通报了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中国大陆的海警 放心 把人救 我看他裤子都烧掉了 烧破了 爆炸不是那么大爆炸 打着小爆炸 可能产生短暂的火警 我的裤子烧掉了 人有点烧烫伤 是这样 但是这一方面 因为这些都是比较敏感一些 你看那个小船在那边 已经半沉了 就是那个小船 小船你看有点半沉 因为它爆炸了 可能造成一些 可能就容易进水 后来放行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通报了 所以他认为 大概就是菲律宾 我们的海岸巡船 对大陆的海警船 只要通报的动作 没有带一些违禁品 是可以允许的 你要救人也好 或者是食物或饮水 你只要通报一下 问题就是在通报的问题 这次有通报 那个船 你看那个船 就几乎要沉了 因为它爆炸的关系 大概船舱就会进水 是这个样 这是在黄岩岛 因为黄岩岛也是很敏感 那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在那边做戒 有在那边做戒户 是这个样 这个看得很清楚 后来那个人上来的时候 我也看到那个照片 我妹妹把它印出来 那裤子烧掉了 烧破了啦 人有烧烫伤 是这个样 那有时候又需要换 我刚才这个讲的 是在黄岩岛的水域 但是在这个仁爱礁 马德雷山号 中国大陆的动作 就会比较积极 马德雷山号 上一次是比较远端的照 我现在找一张比较近的 因为上一次 我是找比较远的照 比较近的看 就烂成这个样 那现在人住哪里呢 人住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铁皮屋 为什么不住下面 下面不可以 下面的环境非常的差 蚊子很多 苍蝇 蚊子很多 还有老鼠 蟑螂 三个 那个地方有三个 蚊子 蟑螂 老鼠 尤其是蟑螂 老鼠非常多 因为上面有食物 晒鱼 他们在那边只能钓鱼 抓鱼 吃鱼 那有鱼在那边晒在那边 那就是蟑螂跟老鼠就来了 然后问什么蚊子呢 因为都在漏水 里面积水 一漏水就有决绝 决绝就是蚊子 所以他那个铁皮屋子在上面 通风 而且挂蚊帐睡觉 这个 那怎么办呢 这七个路段队在里面 菲律宾的路段队也 那他要不要蔬菜 要不要食物 要不要淡水 要不要消毒 消毒用品 都要啊 要不要一些工具 焊接啊 你看烂成这个样 那下来这个也要这个 这都烂掉了 直接吹一下就 都斑驳了 19 这是1944年的船 现在2024年 80多年 80多年 抢能怎么样 而且他坐摊在这个地方已经25年 1999 那现在2024 1999年5月8号 现在2024 大家就了解整个状况 那这个 在这个菲律宾 这个在这边的活动 如果没有通报 中国大陆是尝试的 有通报 中国大陆原线上 会放一马 放一马 那5月15号还以三号令 6月15号开始辞失 6月17号爆发了 那个两个手指还被切断 这6月17号 那今天7月3号 在这个地方 我判断问题是在那什么地方 菲律宾的总统跟副总统是分开的 总统是小马卡斯 那个副总统是杜特蒂的女儿 小马卡斯是吕仲导 杜特蒂的女儿 杜特蒂的女儿是米达纳尔 所以菲律宾分两派 一派就强硬派 小马卡斯 说跟中国大陆硬干 就是要硬干 按照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就要跟中国大陆硬干 那其他米达纳尔 我们不要硬干 我们要做生意 我们国家要发展 我们要建设 不要搞这些东西 所以菲律宾变成两派 那小马卡斯现在是总统 他是不是有辫子 抓在美国手上 就是跟中国大陆硬干 但是菲律宾里面包含国会议员 尤其米达纳尔那个区块的 因为菲律宾是家族政治 那我们主张谈判 不要搞硬 不要把菲律宾变成战场 是这个样 所以菲律宾自己里面 我发现他内部对立 是很严重的 是非常严重 那这个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马德雷三号 这个问题 我判断 这个问题中国大陆 还会继续收了 因为上一次的时候 6月17号 中国大陆075了 两栖作战舰 或者叫两栖突击舰 也可以包括0710 那也包括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 山东号的航空母舰 在这个旅宋岛的西侧 200海里 那200海里大概370公里 是这个保持续舰 因为为什么 菲律宾有波拉莫斯反舰飞弹 地对舰的飞弹 像印度买的 那保持一个距离 有没有在这边远端做彻翼 这个问题也就解决 结果菲律宾 那个 他要去送捕的 这些行动就失败了 就失败了 就这样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领悟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配件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